哪里有货了 哪里有小处呢 今天我要干一个我人生第一次要干的事情了 我要跟燕子去海南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 跑车 客车 售票 现在我们就在徐文港 过了这个港口马上就可以坐船 直接到达海南那边了 在经过99811道检查之后 现在我终于是进到了徐文港的一个后船大厅 整个后船大厅的设计的话 就是跟我们去到高铁跟机场的设计是一样的 相比上次的西站之旅 这次的海南之旅就显得更加的有意义了 因为不仅有老婆的陪伴 重点我的女儿也跟上了 到现在为止是我们去一家三口 第一次出门远行旅游了 非常非常值得敬念的一个点 今天出门算是一贵人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一出来就是大乙调盆了 不过好在没事啊 因为他是坐船的 让我们体会了一次 在泡风雨里面坐轮船 这种什么感受 后面的这个大游轮的话 就是我们本次要坐到 从湛江到海南的一个游轮的 整一个后船厅的话 设计就跟我之前去那边坐飞机 或者坐高铁是一个状态的 这个港口它采取的是人车分流的形式 先让小T车跟货车先上船 上船之后再确定 所有的水车人员在跟着后面上船就行了 在后船区等了将近不到半个小时 然后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登船了 说实际话 除了我在20年跟我老婆去云南 澳海那边坐过一次游轮 这是我第二次坐这么大的一个游轮 现在我们所乘坐的这个游船的话 已经正式的发航了 我一开始在下面看到我身后的这个东西 以为是个直升机来的 走上来一看的话 它上面好像是全部发起来 有一种类似潜水艇的一个装置来的 然后距离我们的一个出发点的话 应该在我后面那里白白的 估计你们也看不到了 目测的话应该有个10公里的样子了 这个船的速度不快 但是它开起来真的很晃啊 虽然说我是在海边的 但是很少去坐这种船 因为今天可能下雨风浪的原因 因为我老婆一直在船舱里面的话 已经出现有点头晕了 所以我就出来外面透透气 整体这个船的速度性还是可以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在三楼的一个甲板上了 空间非常的空旷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航程 我们终于是来到了海南 欢迎来到海南 你看我们的小飞机还在睡觉 离场排队票排在来第13号 刚刚落地 人家看到我们的行程码是在西山 把那边呆过的 直接落地洗蹄四到六个小时的翻餐观察 因为在这边的话 有经过那些中风景或者高风景地区的 他是需要直接到翻餐这边 对你的核酸出结果了 你才能通行 所以他把我们直接拉到这个所谓的翻餐这里 人不是很多 慢慢在这边等吧 他说一般结果在四到六个小时 我看一下他这个结果需要多久 我的4点56分 我的核酸结果终于出来了 就在我们解封出来的时候 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一个同行 沃拉拉的同行 是广州那边跑过来的 估计就老哥要花不少钱了 在里面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我们自由了 终于恢复我们的自由身了 我老婆 我老婆还跟我女儿在车上等 因为他们是在湛江那边的 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 现在我们可以恢复自由了 加油 今天晚上怎么安排 嘿嘿嘿 明天啊 我们下一次就会变成了 我们下一次就会变成了